近日 中国海洋实验室与超算无锡中心 济南中心等机构达成了一项协议 双方将打造一支超级国家队对海洋进行调查 观测 计算 并对网络大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处理 开拓新的应用 蓝海 众所周知 海战必须掌握海洋环境信息 就像陆战必须掌握山河地形信息 空战必须掌握天气信息一样重要 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往中国海域投放了上万枚浮标 就是为了时刻掌握中国海域的环境信息 确保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 而中国此次组建海洋智能实验室就是为了领先美国 掌握全球海洋系统 并且在运算速度上碾压西方 预计在未来的数十年中 中国将会拥有全球最为强大的超算体系 为人工智能 无人机 航空航天 甚至地球生态提供运算支持 这些都是西方所不具备的能力 简单点说 在这一领域 西方已经落后了 所以说当美国还在全球海域投放浮标观测数据时 中国的技术人员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掌握全球的海洋环境信息 输赢高下力判 未来即便美国在这一领域有所发展 但按照现在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来比较 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最快可达到每秒9.3亿一次 而美国的泰坦每秒1.76亿一次 前者是后者的5倍之多 同时 海洋实验室的建立也有助于中国在相关海域的造岛工作 例如当初天津号在南海工作时 就利用神威太湖之光对海洋信息进行了精准的计算 可以预见中国在不断创新的同时 已经脱离了西方的发展轨迹 并且摒弃了西方科学的研究方向 反而开辟出了一条更加快捷 简单的道路 面对这样的情况 西方根本阻止不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西方定会紧随中国的步伐 想起办法超越中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